郭文貴議員 申請撥款是將近3.6億元 用來建立這個儲存證據的中央數碼影像平台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在7日的時候召開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上 被與願聞道 當局是否會考慮平台使用人面識別 或者人工智能識別呢? 鄧炳強就表示將來會加入人面識別等等功能的 人權組織就擔心這個香港生驚化 那怎樣辦呢?有沒有應對的方法呢? 四凱哥怎麼看? 首先呢 先回答一下有沒有應對的方法 是沒有的 不好意思 是不是全部沒有出街呢? 因為香港呢 你說 就是會慢慢向新疆化走呢?這個是 就是很早以前我都說的是在所難免的 就是如果你認為這樣的生活你頂不住的話呢? 我就真的很建議你早點想自己的退路 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你走這個新疆化 說什麼人面識別啊? 甚至身份證裡面啊? 就是記錄了你的去處啊? 電話啊? 裡面有追蹤啊? 監聽啊? 啊啊啊啊 那些東西 今天在中國大陸上面 大家的人權組織認為是非常違反人權 非常限制個人自由的東西 將來也都一定會在香港這個地方出現 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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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要傳有一個 僥倖的心態 哎呀不會的 香港始終是一國兩制 Sorry啊 大家現實一點點了 已經不是一國兩制了 今時今日還有誰再拿《基本法》的 賦予香港的權利出來說話啊? 還有誰啊? 就是我是替那些 就是還沒睡醒 還在這裡 就是在香港 他遺留在香港 給一些藉口自己的人 是苟然殘喘的 一絲伴侶的理由 不要啊 現實一點啦 沒可能的 今次鄧炳強要求撥3.6億 很客氣啦 我以為是36億啊 以他的手段應該夾36億嘛 因為可以看到香港政府這期在水緊 看數看得緊 不敢申請這麼多 如果不是全香港裝人面識別的監控鏡頭 為了國家安全的 36億 360億 你都要給啦 國家安全啊 是不是啊? 現在你只有3.6億 我覺得PK等 一點都不PK了 真的 我覺得真的看著你特區政府的荷包來起筷 算不說可以的啦 你說 真的有些人在網上都看到 人面識別其實很簡單的 有那些好像那些幻彩啊 那些軍綠色啊 那些數碼格啊 你穿T恤的話呢 就影響到人面識別的系統的 具體操作我不是很了解的 但是我從一個科技的角度去看呢 你玩到AI啊 人面識別的那些東西 你會不會一件這麼簡單的T恤 你就可以破解到呢? 我希望有多一些這方面的專家出來做一些示範啊 給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穿這些衣服啊 或者戴著帽子啊 有幾個數碼啊 聯馬啊 這樣在這裡 是不是真的可以影響到它? 有一個帽子啊 可以 就是它在這裡中間呢 有一個燈啊 閃光的 以前是 以前是 即是LED嘛 你知道那個流明度 就是那個Luxus呢 你去到某一個光速的話 其實呢 它是遮 要是它用掃描的那個Infrared的紅外線嘛 你打那個光度出來的話呢 它就把你的紅外線沖淡了 它就沒有那麼容易射到你的臉部的瞳孔啊 紅膜啊 那些什麼特徵 這個是有的 這個是 很久了 十幾年了 但是現在 就是那個技術的改良會不會克服到這一點呢? 真是沒人知道 就正如前幾年有些T恤啊 有些什麼亂碼格仔啊的T恤 就是貼滿T恤啊 在一個鏡子和一個口罩上面 就是號稱 你知道戴了這些東西呢 它就看不到你啊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當你穿這些衣服 戴這些帽子 戴這些口罩出街的時候 那些警察會逗你 明不明白啊? 你好人好者 你做什麼?啊 語言不同 人人戴白口罩 你就戴一個有數碼 連一數碼的口罩 你想做世界 你想作奸犯覆嗎? 它就會罵你的嘛 你明不明白啊? 就是 我覺得這些不是很合理的東西 不是很合理的東西 是啊 可能都是沒有用的 就是說它現在的技術先進到什麼程度呢? 只要有張照片就可以很快找那個人出來的 那個人化妝都沒有用的 你戴什麼 戴什麼黑超啊 戴帽啊 連衫帽啊 照樣找到的喔 那些技術已經很先進的了 但是呢 中國的政府呢 它找人犯子就找不到喔 或者是找得到都不理啦 即使它的目的呢 就是維穩的嘛 那還來 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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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老百姓怎麼樣呢? 那維持政權穩定就是最重要的 四海哥 沒錯啦 這件事情就肯定啦 就是我們會覺得 你覺得悲哀也好 你覺得 麥非所有人也好 外國發明這些人面識別技術的話呢 它是對於一個社會的控制 還有控制之餘呢 只要被人發現你是濫權使用這些東西的話呢 有關單位是賠得很厲害的 在美國 歐洲 很多很多這些案例 它就是保障人權為第一優先啦 那中國式的人權就有另外一種詮釋的 中國式的人權呢 就說 你是不是人啊? 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是權嘛 人權嘛 人權嘛 中國就這樣去表達人權嘛 中國就有 誰出聲就忠誰嘛 這樣 所以叫中國 真是有名字叫嘛 我們會看到一件事 你說 這個什麼科技發展 就是你唯一寄望的契機是什麼呢? 因為你一旦走到科技發展 它必須要定期更新的 不然會有科技落後的 正如你一開始說 它有沒有方法可以避免呢? 就看看外國的發明啊 就是那個反偵測的技術啊 可以去到哪裡? 就是據我所了解呢 這些這樣的政策呢 你比較上有效去搞的就是所謂的JAMA 可以JAMA 它 JAMA其實現在的科技發展呢 是幾先進行的 細細步 像煙盒那麼大步呢 其實呢 你幫完100米的範圍裡面呢 你的信託就全部亂了 就是你的人面識別呢 它也是靠個信號去控制的嘛 你知道 干擾了它的傳輸 它就沒有辦法去到中端機那裡幫你screening嘛 就是這個我反而覺得是可行的 就是JAMA 可能就是將來發展到一樣東西的話 你香港搞一些人面識別 就是未必叫你作家犯科 可能每一個人的背囊上面 欸 等Dyman買一部JAMA 放在這裡 開了JAMA 那就行街囉 開了JAMA 行街就亂了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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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雪花出現了 就是中端那裡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揹著背囊拿著行李 你難道叫警察 哎 停下 哎 看看你的行李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剛才講過 現在JAMA 是很微型的 好像煙盒那麼大步的 可能堕落包煙 找個煙盒做一個偽裝 就是那些沒有理由的 還有 香港沒有一條法例說 帶JAMA 出街犯法的嘛 我說的嘛 除非它又立例啦 那時候才算啦 是不是呢 所以說 道高一尺 摸高一尺 看看誰是道誰是摸 還有 即是你 即是與其你這麼辛苦去避 為什麼你不得了百年 成夫浮於海呢 我會覺得 即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哇 這樣頂不住了 個人人生有限制 甚至上次數了幾乎被人夾緊 這樣你還留在香港做什麼 即是我覺得做人你要令自己開心咯 你下下令自己 哇 這裡害怕 那裡怕 哇 很辛苦 很辛苦啊 這樣 那當然 即是那個 時局呢 是很多事情令到我們出乎意料 好像今天那樣 晚上那一條新聞 在香港的報告出 他就說 香港有個體育總會 好像是拳 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拳擊總會 我不確認了 我來聽新聞 他就說他那個 講詞上面 他講了一句 這次選手呢 多謝這個 有來自中國 香港 中華 台北 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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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給有關人等 喂 你現在搞台獨 搞港獨啊 香港和台灣都不是國家來的嘛 就是馬上上綱上線 我們不是國家來的嘛 就是你這樣 完全沒有國家觀念 就是上綱上綱 文革那些 就是視中國於無物 台灣自古以來屬於我們中國的 就是說這些了 現在事實上 台灣 台澎金馬地區 那裡有一個地方叫中華民國 就是在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 中華民國已經結束了 1949年結束 但是問題就是人家 在1949年到1971年 在聯合國上面都還有席位 那你怎麼解釋呢 1949到1971 這20多年你又怎麼解釋呢 請問那些什麼粉紅呢 喂 不復來變啊 喂 沒所謂的 就是我們覺得 我們什麼時候當然支持統一的啦 是不是呢 就是統一有兩次中華民國憲法 都是堅持統一的 就是我覺得你讀書 就麻煩你讀得清清楚楚 不要人說你就說 是不是呢 就是這些很明顯的一時的口誤 馬上上綱上線 其實目的也都超然若竭 最後的目的其實 是不是有人侯住他 你這個什麼位 就拿政府的資源 就用回自己人 舍著那個位 就可以繞上雙手繞上雙腳 每個月有糧出 有人養 這樣的發展 就一定向我剛才所說的方向發展 你稍微說錯話 抓你鞭子 然後你下來 到我坐這個位置了 休了休了 不用做事了 有錢收每個月 誰不想啊 現在爺爺養 現在爺爺做事 這些情況跟當年文革的音樂一樣 就是現在整個中國呢 或者整個香港呢 我不敢說整個中國 因爲中國現在很偉大 太多思維呢 是我們這些凡人 凡夫族子 山野村夫呢 想不明白 但是香港呢 就越來越向這個文革 這個所謂的社會道德失聚 這個方向正在走 你看這些什麼事 你看這個 你說什麼人面識別系統 如是進行一個監控 再將這個什麼 一些顯示用語 你不夠愛國啊 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 很早以前 英國有一個作家 Samuel Jackson在英國 愛國是流氓的 流氓的座語士 流氓的避難所 Sorry 我也是流氓的避難所 米蘭昆德拉也在這裡說 人不能有感情 但當感情變為一個 衡量是非真理的標障 變得相當危險 最偉大的 最恐怖的行為 往往出自最偉大的我的國主義 在聖節的名義之下殺人放火 這是米蘭昆德拉的 走向絕望之城 現在你看香港就越來越去 你看回這些 米蘭昆德拉的書 你會 你會感覺很悲哀 香港明明是一個很文明的地方 你可以短短幾年間 急速待落 他們用很多的理由 很多的藉口 好像今天那宗新聞 我一聽說明明一時口誤 你就扭一兩句就算了 不是 整個左派整個極端左派 嘩 好像鯊魚群聞到血聲 嘩出來咬 是啊不對 不如拿它出來櫃玻璃好不好 我整天都說 完全是大的文化大革命 沒錯 這幾十年來我一直在想著 思考著這個問題 究竟文化大革命 為什麼可以令這麼多 當時這麼多中國人 是熱血沸騰失利 連自己自身的人 自身的朋友 都可以側去櫃玻璃 將人的暴女奸詐 醜惡完全表露無為 應該沒有理由人 因為我相信人性本善 雖然是我一直都說無善無惡 但是人是向善那方面走 就是好像 你們都是啦 真善忍 人一定必然與生俱來 有向善的心 才會有文明進步的 如果人一開始有向我的心 這個一定要將對方誅滅殺死 好像恐龍世界那樣 結果是怎樣 結果就是滅絕 不會生生不息的 這個必然 人與人之間 因為有善 有善 要產生愛 去求真 這個世界 才會更加向美那方面發展 更加文明那方面發展 必然是這樣的 沒有理由 有一個 你死我活 這樣生存下去 我就是天下第一 天下強者 但是原來你和人互劈的過程裡面 你已經周身傷了 結果就死了 真是很奇怪的 你慢慢在香港這兩年 慢慢去感受 有很多事情 就是一個小利面前 未必一定很大理 一個小利 好像正如我剛才所說 是不是有人在待遇這個體育總會 這個總幹事那個位 來拿政府資源 那些資源有多少錢 可能一年只有十幾萬 真是可憐 真是少得可憐的 就是有些體育總會 不是個個都是單車總會 遊泳總會 甚至現在劍擊總會 當時德靈肯定是 100多萬都可以 但是有些會是少得可憐 但是這些少得可憐 就是因為這些小小的利益 就是我們常常說 就是一個人的大敗 是為小利而忘身 建大利而忘 錫身 為小利而忘義 就是很多很多 就是身邊的朋友都會是這樣 是很悲哀啦 你這個沒有辦法 但是也都正因為如此 在這個分擾的世界裡 我們更加要冷靜 更加不要聽一面之詞 更加多些用腦 多些去思考 就是等於我 等於人 有些人在我後面說 小哥很貪錢的 這傢伙又沒有了 聽吧 我不介意你聽的 是不是 你或者阿燕 阿信燕 阿信燕 你或者你都聽不少 不是啊 小哥 以前做的東西 做的那樣 經常吃的東西豆腐 怎樣怎樣 你就聽吧 這個沒所謂的 但是什麼呢 真金不怕火 我真的沒聽到 可能你真的這麼說 說這些東西不奇怪的 誰人背後無人魚 哪個人錢不說人 但是這些東西 我們說 喂 我不怕你聽的 你聽就聽 但是你真的聽 小哥說一下 聽完之後你要思考 喂 小哥真的是什麼人 真的這麼PK的人 喂 不是啊 小哥不像 說話頭頭是道 說話有理有據 還有有了道的人來的 那是不是其他人 妒忌小哥 潑小哥污水 然後用人格謀殺 一個諸心之論 會不會這樣呢 就是你要思考這些東西 當你懂得這樣想的話 OK 當每一個中國人 懂得這樣想的話 文革就自然 這種極端的惡行 自自燃燒利於無人之中 就是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你就是同一個人說 你不要這樣做 你不要這樣做 好用的 每一個人都學會思考 獨立去思考 就等於我說 喂 你這個風水路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 喂 我說厲害而已 你就信 你親自接觸過 喂 細哥 喂 麻麻的這麼厲害 為什麼你要捧他出來 為什麼呢 喂 當時不是這樣 他覺得自己有名氣 上了位的時候 他就鬆爐鬆逆 就是人會變的 就是很多人很可愛的 人很可愛 所以好像變形蟲一樣的 所以現在是一個充滿監控的世界 充滿一個是非對撞的世界 現在有一個情況 就是因為有兩條惑法在這裡 不只是一條國安安全法 香港的國安法 23條 兩條惑法在這裡 第一 我們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真是真的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你看看今天那篇 我是有點猜疑的 為什麼這麼快就來到香港 當然我們知道遲早會來 但是快了 但是你說好像你剛才一開始說 要做這些什麼 香港全面新疆化 我從來不會懷疑香港變為新疆 是真的 我從來不會懷疑 因為這個是 他的政權本質就是這樣 他也要求他自己的安全 你或者很多人海外的人覺得 這個不是國家安全 這個是黨的安全 那他現在是黨籍國家 那怎麼辦呢 就是你要懂得分 在他的立場來說 他一定要這樣做 他沒有安全感 他缺乏了安全感 尤其是當他看到 透過電視當然 當他透過電視看到 哇 從2014到2019 波蘭壯闊 這麼多人 在他的立場上說 喂 我二十幾年對你來這麼好 要什麼又什麼 你香港要自由行 我給你自由行 讓你多賺點錢 讓我們香港的房子下來 買你的樓 炒行你香港的樓 吃貴你香港的東西 讓你香港人賺夠吃夠 養到肚滿腸肥 嘩 你竟然一二百萬人上街來反我 明明在他的立場去想這些 那又怎麼樣 既然是這樣 不然的 你敬酒不喝 敬酒不喝下一句是什麼 所以說 弄這些人面監控 人面識別監控 這些在所難 控制網絡沿路 和慢慢越來越走向大陸化 這個是真是真是 香港無我避免的局面 就正面 是啊 沒錯 在《侯國安法》時代 港府對人面識別系統的態度 是由當初說 就沒有了 沒有使用 當市民質疑政府的設施 是有這個人面識別功能的時候 政府都會急忙澄清的 但是到近年已經是明講了 真是說明麗了 不再說 暗女去做的了 就是明講 現在不排除 不排除珍惜人臉識別技術 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什麼時候都這麼說的了 拍拖的林仁呢 當然是對你的女人千衣百順 一旦到我手結了婚 上了什麼呢 那時候 你還多多要求一巴聲你賣場 這個是很典型的例子 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今天的新聞 新鮮滾熱奶 我真的講了很多年了 那條新聞是什麼呢 他說現在羅湖火車站這個聯檢大樓 他簡直說建議在羅湖站 這個是羅湖市委 就是深圳市委的羅湖下面的區委 提出來 就把這個羅湖區這個聯檢大樓 加這個羅湖火車站 連合在一起 就是那幾個地方 大家在羅湖出個關都知道 那裡又有火車站又有聯檢大樓 又有商業中心啊 又有海關大樓 那樣 他把這邊打成一片 形成一個一地兩檢的大樓 其實不是一地兩檢 是把香港的檢察 就是那個離境的檢察關卡 就直接搬到深圳 就幫它發展奴戶的經濟 喏 我們什麼時候都這麼講 你看新聞呢 你不要看輕這些新聞 當這條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真的拍了全改正 因為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在某個黨 我已經這樣提出 我說第一 為什麼上水去羅湖那輛車 那輛車快收國際線呢 真的有沒有搞錯 已經一國兩制了 那時候我已經從 第二 為什麼香港的思維 香港做官這幫公務員的思維 不想一想 你只想那些什麼新田口岸 為什麼你不直接在羅湖口岸發展商業城呢 結果人家現在搞了 人家現在搞了 當大陸現在這樣搞 我敢說 香港這幫公務員只會退 不會爭取 整個聯檢大樓搬下去 一地兩檢 不用 香港出了一關 又過條橋 過到那裡又有一次警 煩都煩死你了 Check in out Check一次 離港 入大陸 就在一個空間那裡搞定了 香港人個個都贊成 是不是 但問題就是 從此 香港政府那個管轄地區 又少有一幅 對嗎 沒錯 對 就是這個主權 主權喪失了 就叫做 你又 叫做割地盤 沒有賠款 割了地給人 就是 這些就叫做液水行舟不盡則退 你沒有理由 如果你一早 聽到我這樣說 你在羅湖那個火車站 又搞了商業城 甚至搞 甚至搞這個物業都可以的 羅湖商業城上面有物業的 可以有物業 為什麼不可以有物業 你可以搞 搞 就是住房的 私家樓的 一樣可以的 哇 就是背靠祖國面向香港 在那裡有個單位 風水多好 是不是 旁邊有個沙嶺墳場 哇 如果撈片門就發達了 五鬼混財 就是這些合乎風水道理 結果現在 那條水被人 人家這樣提得出 如果一旦北京收到這些訊息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也都相當高 而且他們那裡地方 但是收地比較容易差 東西又比較容易 賠款又比較低 你一下子搞到這個整個 好像外國那些什麼 商業中心 在火車站上面 商業中心那些 是一個真的很宏大的一個計劃 我就贊成啊 是不是 這個計劃幾正啊 你不要說 不錯啊 這個想法不錯 現在就是一步一步 所以說 講了幾年了 究竟香港這個名字 還可以維持多久 還是叫鄉鎮市 還是叫深港市 哈哈哈哈 就是 你明不明白我意思啊 就是沒有了 已經不是叫香港啦 叫Sanggang啦 就是用那個 國語那個拉丁那個拼音啦 這些遲早會發生的事來的 所以香港人 就是你留在香港那幫朋友 也都真是不要這麼上心 不要經常說 這個不是我們香港的 以往是怎樣的 你看一件事情就知道了 大家印象回想起 40年前的廣州 你上廣州你聞到的一股是煤煙味 一個比較上落後的地區 但是街頭 街頭漢尾 它都是很清晰的廣州 西關音啊 的廣府啊 今天你上廣州看 五部一樓十部一角 它說的是不下不淡普通話 廣州話越來越少人說 而這些情況 你猜幾年之後在香港會出現 就是你可以開始去找個沙楼 找個阿爾格斯 去一個countdown 你看看還有多久 就是香港 香港現在北區都是啦 你看看三、四點放學的時候 你聽聽這些小朋友說什麼 就是 每個人都一樣去消滅 又消滅這個熱意啦 又消滅這個 一會兒又佔你的地啦 總之就全部都是葛九菜 不要說消滅 它要說 溝淡或者叫同化 這個是在管治上面 是必然會做的事情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我對你來這幫香港人這麼好 你都還一、二百萬人上街來這樣做 敬酒不喝 它就陸續又來 你看回共產黨當國之後的歷史發展 你就明白我所說的一切 這件事是必然會發展的 不要有僥倖的心 真的不要 你有僥倖的心的話 你會死得很難看的 我只是說 也都不要在身邊 就是我經常發覺 有些黃絲也好 什麼絲也好 就是很流行很流行 站在道德高地那裡 罵身邊的人 你做狗啊?吃狗糧啊? 咬咬咬咬咬咬咬 你好英勇 你做示範動作給我聽 就是現在這種情況 我覺得 就是 香港人你真的要考慮 剛剛我也講了一口 真的很沉口 你真的擋得住 你要改變一下你自己的思維 改變一下你自己的行為模式 例如周家通行 你不要像嚴肯這麼大股小叫人講話 拍台發燈講話 這樣沒有好過子吃 例如 香港人挺天真的 很喜歡一班朋友喝這麼大兩杯 就跟人講一下政治理論 盡量不要 公眾場合物 談政治 這些真的要慢慢培養這樣的警覺性 還有不要輕易相信身邊的朋友 尤其是同事 尤其是同事 交朋友不要交同事 同事不是你朋友 是你競爭對手 很多人說 帥哥 你這麼無情 可能我以前做電視台 在名利場裡面 是不會有真心朋友 不會 我不相信有真心朋友 在這個名利圈 因為為什麼 名與你 我為什麼要給你 阿燕 為什麼不是我上呢 是不是 每一個人都會想這個 有這個個性 在心底裡面 因為名與你帶來的好處 太吸引人 五光十色 所以名僵是真貪 沒有辦法的 這件事 所以 大家小心一點 還有小朋友的 真的要想一下 我不介意一個地方 就是很犯政治化一點點 但是我非常介意 就是一些人類與生俱來 推進文明前進的 一些是非黑白善惡對錯 混淆不清 我是非常介意這件事 我個人 這個香港人權的資訊中心組織就擔心 這個港府越來越多會引入這個技術 但是目前是沒有這個監察管理去監督的 將來是會沒有人管的 會造成很大的人權侵害 那就不排除在香港多個監察管理去裝這個 秘露電視 自動人臉識別 甚至連這個 智慧燈柱都可能是有人臉識別的 那有人就質疑這個香港的所謂的智慧燈柱 很可能就是連網至這個中共的國安系統的資料 直接送中的 不奇啊 老實說 第一 他搞得這些東西 一定是網格法管理的 一網畫了很多個網 這個area 這個area有了坐標 ABCDE 01234 齊了的這些東西 你走不掉的 我剛才說了 喂 你不要心存僥倖 沒有人有僥倖 你知道所謂的外國人權組織那些什麼警告 那些擔憂就說多餘啦 我真是多餘 真是不用你說嗎 一定會這麼做 我已經說了一定會這麼做 沒有人走得掉的 問題就是說 OK 你知道有這個問題 那你那些什麼監控組織 香港簽了兩條國際人權公約的 現在這樣完全違反了 那你們又做過什麼呢請問 我就問回頭 你們不要只會說擔憂擔憂擔憂 擔憂來條鐵呢 已經是無可避免在這個方向走的了 就是剛才我已經說了 要不你告訴別人 你發展一些軟件 你在手機上面呢 你就變成一個Drama 手機發出一個信號 你上這個Apps的話呢 你就自動有一個Drama 是干擾去那些人面識別系統的 你有沒有這樣做啊 但是這個Drama會不會說不是這麼普遍呢 就是一般的百姓拿不到呢 會不會是這樣呢 這個一定會啦 就是我所了解 Drama都不是這麼輕易合法的 Drama呢 其實在香港呢 你買賣都 某部分的Drama是有些問題的 就是有政條例那裡出事的 這個要大家注意一下 但是我所知呢 就是你破解人面識別系統呢 Drama是其中一種有效的方法 但是你說那些什麼人權組織 就是你整天在那裡 就是在冷氣房裡面 正在談香港是不是 喂 用你講什麼 香港在墮落 用什麼你講呢 有多少人現在還在坐牢嗎 你有沒有出過聲啊 你可以做些什麼啊 除了說擔憂 除了說憂慮 跟著你每個月兜工 吃屎啦 就是這些什麼所謂人權組織 國際人權組織 關注香港這些什麼國際人權組織 這幾年來 2019到現在 你五年來做過些什麼啊 喂 你又麻煩你給個報告 我們香港人看一下 啊 我覺得這些應該是外判咯 就是誰有做過的人 喂 行公兩席咯 這樣就反而還有效 就是現在整個聯合國 這些什麼東西啊 什麼教科文啊 什麼這些東西啊 人權理事會啊 荒謬的 你看看人權理事會 那幾個當然理事國 中國 俄羅斯 伊朗 幸好北韓都沒有 你有這些國家是理事啊 理事國啊 那你還談什麼 什麼人權呢 啊 就是他們人權演繹 我剛開始已經說了 你是人嘛 這個是什麼 這個權嘛 他們這樣演繹人權的 你一出聲 就陳文芝士忠你一鑊 忠到你又說 怎麼樣 你人權什麼問題啊 你說沒問題 我才這麼說 就是他們這樣演繹的 那這樣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你現在整個世界那個 那個 就是現在很多東西 是垃圾的 就是正如我 早前已經講過 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 將來 我猜今年應該 無論怎麼會結束 不然拜登輸硬 俄烏戰爭 結束之後 第一個最大的衝擊 不是這個俄羅斯和普京怎麼處理 不是 最大的衝擊是聯合國 聯合國必然會重組 你不重組 就這樣一躺在那裡握它 我相信歐美發達國家 不會再支援聯合國 另外再搞一個自由世界聯盟 世界民主國家大同盟 因為聯合國成立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同止戰爭 聯合國成立以來發生過幾場戰爭 幾場戰爭是牽涉到那五大安全理事會 老實說 這樣還搞得來幹什麼? 原來是擺設 人權理事會 中國在那裡 俄羅斯在那裡 伊朗在那裡 封不封屍? 再搞那些教科民組織怎樣怎樣 把野狗屍垃圾扔到教科民那裡 全部都是 反正有幾十年的估值都是教科民 已經是毫無意義了 你已經搞到這樣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很多事情會改變的 未來這幾年 尤其是現在下完九運 九次離火運 九次離火運就通通計數 就是將所有的東西 不合理的東西 一把貨全部燒掉 尤其是頭那十年 一個運管二十年 現在頭那十年已經開始了 就是從2024到2033這十年很多東西會 會太隨 到2034到2043 這個下完九運 就完全革固頂身 很多新的東西會出現 很多新的東西會出現 而這個出現就影響了接下來那幾十年 真的很有趣的 很多不合理的東西 很多積落的東西 全部要通通這十年計數 計清了所有的東西就游到再來 幻語營開新世界了 那個時候 所以 風浪會大的 你這樣也想到了 任何一個變化 風浪大你就 始終我們中國人老人家那句 任憑風浪已經我們穩坐釣魚船 在2022年5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安心出行 就是大家都知道這個安心出行的 這個漏洞的應用程式 就是被人家協法裡面 是裝了人臉識別的這個程式的 而且他有包括識別臉部的五官特徵 還有遺志 你去到哪裡他都知道的 還有 你說什麼他都知道的 所以戴著這個手機 就是好像一個撤聽器一樣 他所謂的安心出行 哪裡有安心 全部是一個跟蹤器來的 甚至說什麼他都知道的 是啊 其實手機裡面 手機本身是一個很好的撤聽器 這個我是很早就知道的 其實手機 很多人有手機 好像香港的8個號碼一樣 美國那些好像多11個號碼一樣 其實你知不知道手機裡面 8個號碼 或者10個號碼之前 其實有20幾個數碼 20幾個號碼 它不只是號碼 它還有一些英文字母的 就是你只要每一個人找到你之前那一堆的數碼 就是由那些英文字母和字碼組成的那一堆 再加上你的號碼 那你全世界你飛不進去 只要你拿著這部手機 就自然知道你在那邊 遙控可以激活那個speaker 就成為一個撤聽器 跟蹤視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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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那些 它如果攔截到我的電話訊號的話 它就馬上截了下來 已經有的了 無可避免的了 這件事 就是截這些這些 這些科技是一點都不難的 一點都不難的 但是你說這件事你要害怕的 你要避開 你不怕得那麼多 就是說如果怕那麼多 我就建議你用2G的電話 2G的電話就安全一點的 2G的電話 就是你現在用到4G、5G的電話 就是凡是你敷太多這些 藍牙網站也好 電信網站也好 你知道敷一個網站 就越容易被人攔截了下來 你的數據 所以你說 喂 就是安心初恆那個時候 已經是這樣怎麼知道 就是了 安心初恆已經管得那麼嚴密 隨著科技的發展 才會更嚴密的 唯一寄望的就是說 現在歐美國家 限制中國的科技發展 就是芯片不讓你再微量化 那它造成科技的進步呢 的速度是減慢的 這個不可否認的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黃仁勳的最近一段說話 就是那個NVIDIA的總裁 他說喂 AI這件事 你知不知道十年之後會怎樣 沒有人知道 控制人類啊 甚至 不奇怪 沒有人知道 隨著AI的發展 十年之後的世界會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但肯定一件事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不是我們今天 所能夠熟悉 所能夠認知的世界 因為太多太多 你的AI 東西訂出來 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 你那些大學論文啊 那些開會的報告啊 PP啊 全部可以透過AI 之前是十幾二十天才能做得好 PP 現在不用了 十幾分鐘都給多 你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出來了 你要的東西都出來了 喂 我想有個人親自現場說 不要緊 小哥 你對著咪呢 對著手機的咪呢 你說十分鐘的東西 他就完全模仿了你的聲音 就是用PP這樣說出來 這樣還沒有玩 是不是 就是以前那些什麼 那些翻譯機啊 什麼什麼 你有了AI 就是人工自由 你下載那個APP 你全世界行得通的了 你不用擔心自己 不懂日文 不懂韓文 不要緊 你講一句 我現在在韓國 自動和你轉去韓國 拍到什麼 寫韓文 那些什麼 那些AP 那些什麼 一動一牆 那些什麼方法 現在這個女生說 你多fansom 他今晚想跟你過一夜 可能都馬上出來了 那你怎麼回答回去 你用你自己本身 然後說了 可以翻譯韓文 跟那個女生說 你想想這個世界 是完全沒有了隔膜 你明不明白 就是你只這樣想 你如果是 這樣發展 已經是很開心了 很過癮了 就是你變成說 很多行業會改變了 就是這樣 老實說還需要不需要有導遊 這個行業 不需要了 我想說 拿著手機 有個AI 哇 我想去哪裡 直接問一問一下 喂 這裡 這個日本京都 有些什麼玩 喂 哪間的鰻魚 燒鰻魚 蒲燒鰻魚 燒得最正宗 最經典 最好吃的 哪間最便宜的 一五一十話 還加上 怎麼走怎麼去 猛餅前面轉彎 走幾百米 有個車站 你搭幾個站 去到那裡 不知是下車 又向左走 有一條行仔 看到紅燈籠那裡 再走幾百步 那你就見到那個老爺 在那裡賣的鰻魚 是最正的 就全部出來了 就是什麼都知道的 就是等於 它是不是全部都監控 才可以指導 一定的 這個就必然不會有的 就是如果 我都說 在這個進步 在一個生活的方便便利 還有一個 就是你會不會受監控 其實是很多時候 是兩難的 就是你沒有辦法的 其實是好看 那個是一個什麼國家 就是一個所謂的民主國家 要選舉 其實這些大家 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他覺得 完全很多人覺得 是這件事情受侵犯 我就用選票可以 令他下台 他就不敢亂搞 那現在我們 中國正在走另外一套 就是中國式民主那套 中國正在走 中國正在走一套 就是 可能 就是 七月那個三大那個 彭麻麻被捧上去政治局 就變成了 習家天下彭家黨 分分鐘 是不是 這樣的話 你另外一種玩法 就是到時候才說 現在 唉 日子更長 現在也不要這麼深刻 想這個是什麼青 那個是什麼光 太早了太早 不知上早 好 是不是 四海光 你的鏡頭好像是不夠正宗的 可不可以轉一下 是的 是 麻煩 是的 這個不好意思 我們繼續說 新疆是引入人廉的識別那些技術 監控是無所不在的 形成全面的控制 就好像剛剛四海哥說的 這個港府呢 熱烈也都去引入 這個人廉的識別技術 就是它情緒就去引入 這樣 但是呢 它就沒有這個監製的 就是沒有這個監督 它沒有監督 沒有監管 沒有監管 就是好像 你去想事情 就正如我之前說的 所謂的人權觀察組織 你觀察了什麼 這些肯定是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不用他們說的 你真的不要再糾纏於這個問題 沒有人監管 有人監控又如何 那些是什麼人 都是你自己的人 就是不要再求這些 你要坦誠接納自己的一切 就是你已經無可避免的了 這件事情 就是所以 就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你除非你說我那些 你想一下 你制裁港府嗎 難道你這樣嗎 是不是 就是你 如果說你就不要 少說廢話 你真的幫香港人的 我已經說了 你可以怎麼幫 怎麼破解它 你幫香港人破解 你做不妨礙 又是做不妨礙 做不妨礙 說來把握 是不是才是 沒有意思的 他可以說 這個是國家安全範圍 那不可以監察 他真正是做到這個沒有皇館的 他可以這麼說 他直接用一個國安法就搞定了 當然了 想都想到的 這些事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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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